歌唱语言思维法之 自证腔圆 学说话 南腔北调 各不同 我再放慢说 自证腔圆 学说话 说话我们是 双引号的说话 南腔北调 各不同 为什么是双引号的说话呢 其实还 你说老师说话谁不会啊 咱生下来咱们爸妈妈妈 教了我们了我们都会说话 但是你会说的是 中国话 但是你不一定会说外国的东西 对不对 可能我们都有的爱好者说老师 我不会说没关系我就不唱外国的作品 好 那么有可能你对中国作品的说话 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 咱们呢 每个人都有口音 我们都来自 这个天南海北 有南方的朋友们 有北方的朋友们 有西北的 西南的 那我们每个人的口音都不一样 你正常给你的家人 朋友去沟通 肯定没问题 你弄啥了 是不是 他都能听懂 东北人 你干啥 能听懂吗 你干啥 我们那个 我上大学的时候 跟大家讲一个小插曲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的寝室 就有南方人 也有纯的北方人 东北人 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很多这个南北差异 就在说话上互相都听不懂 特别有意思 特别逗 然后我们还互相模仿 彼此 你像我那个特别好的好闺蜜 她现在在长春 也是大学老师 副教授 现在也是教声乐 我特别好的闺蜜 她长春的自然就是东北的 我也是东北人 我是黑龙江的 但是可能长春的她口音就比我重一点 她有一次打电话 她就说 你干啥 你干啥呀 这么说一句 你干啥 然后当时我们那个南方的那个 这个宿舍的小姐妹就说 一只蛤蟆 她说她听到就是 你干啥 她听到的是一只蛤蟆 她说一只蛤蟆 这是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插曲 后来我就说 原来我们说这个家乡话 人家是听不懂的 那如果你运用到歌曲里呢 那就更完了 对不对 在东北长大的 运用到歌曲里就更完了 比如说东北人 特别喜欢说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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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东北人的A 永远会加一个E 就是A母音 她不说A 她会说 那个 AE AE 不是说AE 变成AE AE 你看这就是口音 唱歌也是啊 你说 老师我中国人 我还不会说中国话吗 你唱歌的时候 如果你有口音 那就成不了歌唱家 歌唱家要改 口音 你像我们的西北的 因为我大学是在 西安院学院读的 是我们的大西北 是吧 我们西北人 西北人 他有时候就是 这个前鼻音和后鼻音部分 比如说 黄水摇 黄水摇 怎么唱 黄水奔流 奔流 那么 我就听过 有人唱 黄水奔流 黄水奔流 他不是黄水奔流 他是黄水奔 奔 他就不走前鼻音 他走后鼻音 改不过来 我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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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有很多口音在里面 谁 谁 属于肥 你看 很多字的咬字 就你 因为你唱准了 我中国人我唱不准 唱不准中国歌吗 结果一听 好像很多字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 中国歌 我下节课讲 因为这节课 我们是主要聊意大利语 刚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好 那么 不说中国了 咱们说到意大利语 那么意大利语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有些爱好者说 老师我们不学意大利语 没关系 今天不教大家意大利语 今天教大家 怎么用意大利的原因去练声 这个很关键 就是说 为什么是我们去强调 是我们一定要去 用意大利语的一些艺术歌曲 或者是谷歌剧永参调 用这些作品去打基础呢 你看我们上音乐学院的同学 大一大二 绝对不会让你碰什么大的歌剧永参调 几乎就是艺术歌曲 要不就是古歌剧 首先是先唱意大利歌曲集 人说 老师 咱们中国那么多好听的歌 我为什么非要从意大利歌曲集开始唱呢 你别急 我给你聊 为什么 因为意大利语 它本身就是一门歌唱的语言 意大利语它是由原因 原因构成的这么一个语言 它几乎每一个词的结尾 它都是原因 那么有一些作品啊 它可能是省略掉了 但是如果它的这个词的原词 它还是原因 所以这就涉及到原因的问题 所以一会儿我会再教大家 来读这几个原因啊 涉及到原因的问题 我们的原因如果发的不纯正 不是意大利的方法 那你的枪体也会垮掉 所以我们什么叫自证枪源 就是五个原因没有搞明白 五个原因没有搞明白 就是R A E O U 五个原因没有搞明白 我们太用中国话里面的 R A E O U 你看刚刚有一个 咱们的学员就在下面 给老师打字 说卡罗米欧本 真有一本这样的书啊 回头 回头我找到了 我之前那个手机里面存着 但是我图片太多了 我翻一下啊 我有那个书 把它拍下来了 把它拍下来了 我找到了 我发到群里给大家看一看啊 大家乐一乐 C A O C A A R O 我们叫卡罗 卡罗 它写的是卡罗 卡车的卡 姓罗的罗 密欧 M I O 密欧 物主代词 我的密欧 它写的是密欧 笨 B E N 笨 笨 笨 它写的是本 那如果你真是按这个思维去唱的话 你就没有听李老师这节 歌唱语言思维 那你就是 中国人的思维去唱 外国歌 中国人的思维唱意大利歌 所以你的歌怎么听怎么吐 就非常的 没有味道 听起来就是 K J L K J L D M A N I N C L A L A C L I S C A L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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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A L A C C A L A 那是中国的思维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要听李老师讲 就要用意大利人的思维去唱 所以你首先把这五个原因摆正 那对于我们的爱好者来讲 有什么好处呢 你们可以通过 五个原因 A E O U 通过五个原因 你们知道了意大利 发声方法的 位置 和腔体之后 用它去搭建你的乐器的共鸣 搭建这个乐器的空间 搭建好之后 咱们用中国的方式去咬字 咬字 所以咱们腔可以是美声的腔 乐器可以是一个西洋乐器 但是我可以演奏中国乐曲啊 那就是另外的字腔分离了 就像刚刚有一个朋友在问我 老师什么叫字腔分离 这就叫字腔分离 嗯 那个朋友还在吗 我们用原因搭建了腔体之后 咬字 我还是用中国的方式去咬字 那么这两个观念 我们要区分开 唱意大利 唱外国歌 就要用外国的咬字 当然也是它的腔体 外国的咬字 外国的腔体 外国的咬字 外国的腔体 唱中国歌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我们的外国的腔体 用中国的咬字 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 用外国的腔体呢 因为咱们学的美声唱法 它就是一个西洋式的唱法 所以我们可以说用西洋的腔体 搭建西洋的腔体 再 好 可以听李尔给你讲 什么是字腔分离啊 你看 就是咱们现在用西洋的腔体 去演奏中国的乐器 这就叫字腔分离 因为我字还得像中国人这样去咬啊 我咬字不能变成西 外国人呢 我最后听 听那个李尔唱歌 好像是意大利人在唱 但是我唱意大利歌 是意大利人唱 没毛病 那证明我学的特别好 但是我唱中国歌呢 听着还是意大利人在唱 那我学的就特别不好 所以这个叫字腔分离 听懂了吗 用西洋的乐器演奏西洋的作品 用西洋的乐器演奏中国的作品 这是不一样的 听懂了吗 这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我们通常来讲 这两点全混到一起 你看都是这样唱的 全混到一起 所以大部分同学唱不好 就是外国的歌 用中国的字 外国的腔体 用中国的字 你说吓不吓人 外国歌 外国歌 用外国的歌 用外国的腔体 用中国的咬字 吓不吓人 你吓不吓人 这就是语言思维错了 那语言思维错了 中国的 用西洋的唱法 用西洋的咬字 唱中国歌 吓不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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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腔体都是外国的 唱歌 找中国字 唱外国歌 咬外国字 对了 对了 外国的房子 中国的家具 对的 大家的 大家的总结都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对我们可以看 我们这两位朋友 给我们的总结 我们互相学习 非常精彩 所以你们一旦听懂了 我讲这个道理 假洋鬼子 是的 一旦你们听懂 我讲这个道理 你们就可以去评判 一些歌手 唱得好不好 你们自己都会有一个 自有一杆秤 在心里 有一杆秤 不是谁都是歌唱家的 有些人就觉得 嗯 这个人唱 阳不阳 忠不忠的 你自己都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中国歌 怎么唱得不像中国歌呢 那怎么那么唱啊 每声都这么唱吗 每声唱了不好听 每声都这么唱吗 哎 但是 咱们 咱们 咱们的意识要到 意识到之后 要靠作品练习嘛 听懂了 做不到 别担心啊 舞动音符 咱们 李二儿教什么呢 李二儿 首先把你的 我们这节课叫 思维 思维法 对不对 我们先把思维 想明白了之后 我们还有 第二套课 还有歌呢 我会教你们嘛 咱们有中国歌 外国歌吗 对不对 会教你唱 所以 你现在要再去听别人 你马上就会感觉到 哎呦 怎么这美声唱法 都这么 这么不好听吗 美声唱法 唱中国歌 怎么感觉 这么吓人呢 怎么回事啊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不要赖唱法 不要赖唱法 不要觉得好像美声唱法 怎么怎么样 但是美声唱法 我可以给他打一波 打一波call 打一波广告 美声唱法 绝对我认为是 最科学的唱法 保护你的嗓子 延年益寿 你看咱们前段时间 非常可惜啊 咱们 一百岁的 咱们的 Angelo Florese的大师 离开我们了 但你看人家 一百一百岁 还是能唱 为什么呀 因为他科学 但你说 那老人 我唱中国歌 我就不用 我不用西洋式唱法 那你不能这么想 因为你要传播 中国的文化 你还必须得用美声唱法 因为美声唱法 是世界级的唱法 你可以传播 中国的文化呀 这是不一样的 那你说 吕思青老师 小提琴大师 吕思青老师 是不是照样 能用小提琴 拉出梁柱啊 朋友们 是不是 吕思青老师 吕思青老师 是可以用小提琴 小提琴 是不是西洋乐器 小提琴是不是 小提琴 绝对是一个 西洋乐器吧 但是他能拉出梁柱 这就是大师 他用西洋的乐器 传播了中国的文化 用西洋的乐器 真是堪称一绝 说的真对 大家下了课以后 大家下了课以后 到网上去看一遍 吕老师的梁柱 你们就能在歌唱当中 找到这种感觉 他用西洋的乐器 把我们中国 博大精深的 这个梁柱的音乐 去演绎到世界上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朋友们 所以这是502 开这套课 咱们讲美声唱法 我会用 中国的方式 然后怎么去演奏 西洋的这套 枪体 西洋的我们这套 这个乐器 人声乐器 明白了吗 对的 所以这一点 一定要清楚 不要是 再像那些 网络的这个 键盘侠们 就是说 美声唱法 是外国人的唱法 不是的 我们唱的是 中国人的美声 所以我们分什么歌 分什么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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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怎么唱 分什么歌 怎么想 千万不要混在一起 去想 好 而且呢 要用意大利语 要学一些意大利语 所以这是 我第二套课 为什么要 加这么多意大利语 的歌进来 就是为了让这些歌 帮我们把乐器 你这个小提琴 咱们是 是五万的 还是五百万的 就看你们 能不能把乐器 利用意大利语 利用意大利的发声 把你乐器 打造成五百万的 咱们乐器怎么样 执金子 对 全世界 用这个乐器 去执金子 利浪